你们跟上海的观众就大概只能讲一下 最近你们在忙些什么 然后什么样的新专辑推出 或者是什么样的演出的 最近就是跑一些活动 然后主要在忙碌的部分呢 是新专辑的筹备 收割啦 然后录制新专辑 那希望新专辑可以在年底之前呢 面试 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 有什么新的东西带给我们 有什么新的东西啊 音乐风格会变化呢 还是音乐风格变化呢 我觉得音乐风格变化那是肯定的 绝对会跟上一张原色有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这是我向来做音乐一贯的坚持 那至于其他部分呢 我觉得大家拭目以待咯 那之前有跟东盛大哥合作嘛 然后就到了他好像满足的道路呢 那他能从大哥那边取到 给自己觉得最有用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大哥他给我的东西 说简单也非常简单 但是说困难也相当困难 他觉得就是 他希望我保有对音乐一贯的真诚的态度 我觉得这部分是对我来讲 以前我会认为我自己已经对相当 对音乐相当的真诚了 可是在接受跟大哥制作的过程 在北京一年的这个过程之下 我才发现说 其实有更多的部分是我太封闭自己的地方 应该要包含对音乐 对唱歌这个区块 我觉得大哥都给我更好的学习 尤其是真诚这方面 他怎么跟你说的意思 其实大哥他也没有很刻意的 说我真实或不真实 但是他就会从一些 比方说我们在录制音乐的过程当中 那他耳朵非常细 他就会听出来这个歌词或这个唱法 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 那其实很多时候他一不对 马上就会停止那个录音 所以这样一年下来 我觉得那个态度 给我我觉得怎么讲 就是我自己觉得很震撼啦 对 我吗 我吗 这个音乐 这个问题 我自己觉得蛮广泛的 蛮广泛的 因为我觉得说 对我来讲 追求音乐 因为其实我自己的渴望 我希望每张专辑 每张专辑 不管好或坏 我希望大家 在聆听的同时 都听得到我不同的地方 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 对我来讲 就是最大的坚持 那如果要问我说 其实我对音乐 有什么样最大的期待的话 我是希望 我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企图 是希望就是 我的东西可以被认同 对 我的音乐可以被认同 那我不去定位 这个认同是 是怎么 你可以说他独立也好 你可以说他市场也好 或者商业也好 那我觉得 颜色是 怎么讲 头像华语月台 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 那这个震撼可能 大家的领会不一样 也有人觉得就是 这个部分 也许他充其量 只是理事风格 可是我会觉得 对我来讲 他是一个 怎么讲 很大很大的成就 对 那我下一张专辑 当然也是朝 可能 更朝这个目标去走 所以有人会问我说 记原色之后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专辑 更好吗 或者是如何 我不这样子 我不这样子去界定它 我觉得说 我每张专辑都是 做到最好 所以 只能说原色是我 怎么讲的 第二胎 他是老二 老三 那身为爸爸的我呢 每一个小孩子 都是最好的 对 那我们就想去 你的音乐 非常能够打动 听众 谢谢 那在你唱歌的时候 你其实在想什么 哇 很多人也问我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说 在唱歌的当下 我会用一个最真实的 情绪跟情感 那样子的情感 已经无关乎 你的技巧 或者音准 甚至解拍 对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部分 是可以 更被大家所接受的 工整的乐曲 有工整乐曲的好处 那我只希望说 那个画面 如果你问我说会有 我当时在想些什么 可能就是对 歌词本身 对 对 洋葱啊 因为我觉得它某部分 因为那是五月团 五月天这个乐团 阿信写给我一首歌嘛 那 其实洋葱它 我每次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的名字念快一点 就是洋葱 洋葱我洋葱我洋葱我 这样子 那 所以我觉得五月天 它也是量身定做 它觉得其实 它的眼中的 我 我每次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都会想象说 其实 可能我的成长背景 就是 都是 不是被大家所关注的 所以 都是一个 类似像洋葱这样的调味品啦 演的都是独角戏啦 都是配角这样子 那 可是其实 我有一颗很真 很真诚的心这样 就像你在剥洋葱的时候 当你一层一层解开的时候 你才会解读到 这个人的思绪 你才会流下眼泪 所以 我就会有一点在 反思自己的一些 成长过程 对 可能我在球学阶段 也有可能 对 你觉得你的变化 在哪里 我的变化 一直到现在吗 哪部分的变化 因为我都觉得说 我没有什么改变 对 我还是很 怎么讲 我还是很 比方说旧音乐的部分 有些时候我还是蛮接触的想法 甚至跟大哥 我都会有一些意见上的相冲突 但是我会觉得说在音乐的国界里面 没有所谓的高低或大小 对 那我会抱着一个最谦卑的心去吸收 他给我最丰富的东西 可是我也希望就是说 我有东西 然后 我希望也可以 怎么讲 由大哥来剖析看看 对 大家都喜欢把你拿来的这个林又嘉 还有这个像 做比较富贵美咖哩 因为我们知道 最近这个 小金谷拿到这个金项奖的电影 最佳新人奖 而且这个林又嘉 也是他的音乐两岸 我非常非常喜欢 是 你又没有找到自己的那种 音乐的和发展的那种 强调的路线 路线啊 嗯 嗯 我的音乐两岸不喜欢吗 都喜欢 都喜欢 自己比方说有些 发展一些规划之类的 可是你刚才说金项奖 他不是电影吗 对对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需不需要往电影方面去 对 对 就 创而是 对对对 创而就 规划自己设想的一些 发展的一些 都未来的路线 哦 演电影啊 嗯 怎么说呢 那是我的宿命啊 哈哈哈哈 没有开玩笑 我常会开这个玩笑 因为 我觉得 怎么讲 我觉得 可是现阶段 我就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现阶段就是希望 把这个 音乐 最好 对 那就 就有这张原色 其实我也蛮开心的 比方说他在台湾的 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 他也是收到 非常非常大的肯定 那 然后我也很喜欢又加的音乐 所以我觉得说 他的东西 他 他的路线 嗯 我固然喜欢他的音乐 可是他的路线 可能我没有 我不知道耶 就是 也许我自己 并没有很 很大的能力去胜任吧 我觉得他的路线 他走得非常好 那 肖信腾 我觉得也有他自己很 独特的地方 比方说可能大家会觉得 他比较Rock 然后他也拿到了 这个 香港金像奖 这个新人的肯定 我觉得 嗯 成绩都很好 对 所以请 大家不要再把我们拿来比较了 我的压力很大 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